随着经济的恢复 房地产出现了回暖的态势 8月份 前8个月 商品房销售额已经转正 销售面积也是在收窄 今年以来 面对疫情的冲击 政府没有将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而仍然是坚持了 房地不炒的定位 近期房地产的回暖 有前期疫情当中的 一些压抑性的 需求的释放的因素 也有在市场 我们在增加 对金融实体经济的 这种支持力度 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对于中长期利益 有所降低 客观上 也降低了一些 购房者的负担 但是总的来看 目前我们的 无论从投资来讲 还是从销售的状况来讲 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并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从未来来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多主体供应 多渠道保障 购租并且的住房制度 不断完善 保持总体稳定 还是有基础的